首战及决战 开局定全局 新年一史 全省各大重点项目工程 吹响建设冲锋号 当先锋打头阵 充分发挥主力军主战场作用 大连市长兴岛经济区 奋力跑出二次创业 再次腾飞加速度 助营商环境之要 开阵兴发展之门 沈阳市持续发力 为高质量发展赋能 市院共建皆硕果 科技兴农谋振兴 复兴市人民政府 与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科技共建四十周年大会举行 直通市县 越农辽宁 各位好 这里是直通市县区 欢迎您的收看 今年是实施全面振兴 新突破三年行动的首战之年 首战及决战 开局定全局 日前 全省各大重点项目工程 吹响建设冲锋号 在高质量项目建设的赛道上 奋力拼搏 为加快实现全面振兴 新突破 开好局 骑好步 这里是沈阳地铁一号线 东延线项目建设的施工现场 那么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博关大街站到世博园站区间的 顿购绝境作业 那么整个区间由于地质结构 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这也给顿购作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现在我们这台动购机 相比于以前的动购机 在功率 效率等各个方面 提高了至少于20% 保证隧道 暗期 暗节点贯通 这里是浑南科技城一号 雨水泵站的施工现场 为了确保今年春天的土方作业 及主体施工顺利进行 这里依然在进行地下护壁庄 和灌粮的施工 全力保障沈阳浑南科技城 三期的整体的施工进展工作 一天一个样 每天不一样 三月大变样的工期管理目标 本环高速公路 是我省目前地质最复杂 修建难度最大的山区高速公路 桥碎比达35% 该项目大顶子大桥 右线施工现场 已经完成装机总体的三分之一 我们施工现场 所有的点都采取了保暖措施 保证施工质量 基础设施项目抢抓工期 一大批产业类重点工程 也加紧建设 这里是中国供销农产品加工 即辽阳地区农产品加工 冷量物流项目建设现场 广大建设者们依然奋战在一线 抢工期抢进度 冷量储备后一期工程的 主体框架工程和土框回电工程 确保按实践节点完成工期计划 这里是大连宝园核设备公司 严下企业正启动新一轮的升级改造 引进韩国首创的威风发电技术 批量生产威风机组 进军清洁能源装备领域 未来的三年可能有近30亿以上的订单数量 也标志着大连宝园 从这种传统的石油化工领域 向新能源风电领域的迈出的坚实的一步 2022年是辅顺特钢近几年来 技术改造工程投入量最大 项目最多的一年 10亿元资金启动的多个重点基改工程 为辅顺特钢实现今年全新开局 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 十四五十七 我省规划了总投资超过八千亿元 重大清洁能源项目 冬季全省各地的风电 光伏超水蓄能项目建设现场 热度不减 双台子储气库群是辽和储气库群 七座储气库中最大的一座 作为国家十四五规划工程 辽和储气库群项目承担着东北 和精津济地区天然气的调风保工任务 我们采气库装置二三区域投产以后 采气能力将达到五千四百万方每天 这将进一步满足东北及精津济地区 天然气使用的需求 这里是位于府顺的 辽宁清源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的施工现场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整个施工现场最核心的区域 未来这里将建设六台装机容量 每台三十万千瓦的抽水蓄能机组 设计年发电量三十一千瓦时 厂门我们也采取了一些保温措施 包括通风措施 尽量还是保证工期的正常开展 跑出清源电站新一轮的加速度 我们大干三年 奋斗三年 到2025年的上半年 实现清源电站六台机组 一百八十万千瓦 全部投彩发电 为辽宁省全面振兴新突破 三年行动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为国家重点规划发展的 七大石化基地之一 大连市长兴岛经济区 在大连挺进万亿GDP城市中 当先锋打头阵 充分发挥主力军主战场作用 大连市长兴岛经济区 正以昂扬的姿态 朝着万亿级绿色石化基地 千亿级高端临港装备制造基地 百亿级新能源和港行物流产业集群 迈进 奋力跑出二次创业 再次腾飞加速度 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 从STX到横利重工 一度杂草重生的厂区 如今焕然一新 眼下横利重工船务 在沉寂近十年后重新注水 年底前化工装备也将投入生产 为正在紧张施工的 横利巨址源项目 提供设备制造支持 重点下一步将在装备制造 绿色的船舶建造 以及包括精密铸造等领域 率先发力 未来的一年的时间当中 我们将会有100余台的返用设备 陆续从我们的产业园 逐步投放到新材料的产业 让创新资源高效极具 使创新动力更加澎湃 长兴岛经济区深化与中科院 大连化物所 大连理工大学等科研院所的合作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孵化产业化 构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全链条产业创新生态体系 长兴岛是我们大连化物所在成果转化当中的 自观重要的一环 我们有国家级的经济化工的重厂空间 还有我们辽宁省的经济化工的中式基地 出社整个大连 未来整个的发展 还是有很好的一个带动作用 今年以来 长兴岛经济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让基层工作有队伍 有平台 有依托 有触角 有敏锐的神经系统 不断提升社会服务功能 高起点 高标准 高质量 推进国际医院 国际学校 文化体育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 增进民生福祉 加大力气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对群众关心 关切的 动签 社保 就业 病苦冷暖 解决一件 事一件 我们要以崭新的奋斗之资 托其百姓 稳稳的幸福 今年以来 长兴岛恒立 巨制科技产业园等 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铿腔突进 提速领跑 西中岛石化园区 开发建设 步入快车道 激发出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长兴岛经济区 还不断提升产业丰厚度 完善优化方厅产业链 布局发展西厅产业链 增强核心竞争力 石化行业产业链 价值链实现双向突破 力争三年内 工业总产值达到3500亿元 占全市总量三分之一 五年内占到全市二分之一 力争用十年左右时间 在工业总产值上 再造一个大脸 保持经济高速增长 持续加大投资 力争未来五年GDP 平均增速不低于10% 主要经济指标高于 或倍数于全市平均水平 我们紧紧围绕长兴岛20创业 再次腾飞的定位和使命 做大经济体量 做优产业结构 建设国内最好 国际一流的特色产业园区 发挥工业经济增长级的 引擎拉动作用 在更高站位 更大格局 更快视野谋划推动 振兴发展 我们将展现更大的担当和作为 沈阳市连续两年 在国家营商环境评价中 获平东北地区 唯一的标杆城市 六个指标成为全国标杆 只提交一次材料改革 被中国信息协会评为 2022数字政府创新成果 与实践案例 围绕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要求 沈阳市持续发力 为高质量发展赋能 用营商环境的金钥匙 打开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之门 梁伟是一家家政服务公司负责人 一大早 他就迎来了一位老朋友 沈阳市和平区企业公共管家 邹小宇 在各方面都是我们一个坚强的后盾 有些事政策上我们也不太懂 有一些对我们有帮助的企业 有什么优惠待遇 小宇科长都能及时地找到我 然后电话 微信 甚至都上门来服务 但是让我们企业是很感动 今年和平区选配职能部门 业务股干担任企业的公共管家 一对多与企业建立联系 提供精准服务 打通政务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 我们把一些优化的一些政策 及时地送达给企业 把有一些企业通过线上 能办理的这些环节 我们通过电话指导 线上帮扶一些方式方法 让企业不用来回跑 坐在家里就能把他一些事情 然后实现办完 当好贴心人 办好暖心事 专业部门 专业人员 为企业 项目 提供精准服务的做法 正在全市遍地开花 市区两级13914名干部 组成的项目管家队伍 一对一 一对多服务 65万多户企业和项目 千方百计解难题 把会企政策给企业送上门 一杯茶 搭建一座桥 持续举办的营商下午茶活动 让政绩双方各输己见 企业反应的问题 现场逐个回应解决 后期持续跟踪督办 76期营商下午茶 累计661家企业参加 5000多家企业网上互动 收集办理意见建议 以及诉求问题768件 一杯营商下午茶 为企业发展解渴 畅通沟通渠道 提供便捷服务 提升办事效率 政务服务的改变 让企业百姓办事更便捷 沈阳市以只提交一次材料改革为牵引 加速推进数据多跑路 企业群众少跑腿 目前 全市2109项材料 实现只提交一次或免于提交 审批事项累计减少材料496个 减少环节203个 减少跑动237次 平均申报时间缩短59.8% 一批电子征召上线 提供材料获取审批结果 全程在家可办 全市一申请政务服务事项 可网班率达到百分之百 全程网班事项占比达到99.6% 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服务型举措 已经成为吸引投资来审的关键因素之一 截至11月底 全市石油市场主体达到111万多户 同比增长9.92% 近日 复新市人民政府与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科技共建40周年大会举行 省内农业专家学者 科研人员 复新市农业科技共建相关单位同志 汇聚一堂 总结共建双方40年携手奋斗的宝贵经验 来自基层的县乡村各级代表 分享农业科技推动家乡发展的精彩故事 共同汇旧新时代市院共建 深化合作的美好蓝图 40年来 辽宁省农科院专家 与复新广大科技人员 共同组建联合团队 围绕农牧融合 汉座农业生产 花生新品种选育等领域展开研究 并取得丰硕成果 复新花生 驼谷小米 明水地瓜等一批农业品牌 从复新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 它处在克尔金沙地的南园 既有生态保护的功能需求 另外还有粮食增产的需要 所以说复新在整个我们国家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研究区域 所以说我们的很多的成果 在这种有代表性的研究区域上 我们进行创新 也使得我们成果的创新的速度 包括成果的应用的成效 得到更快的进行提升 几代科研人员 新系三农 驻村蹲点 长年奋战在复新农业生产第一线 先后有71名科技副职 10个科研团队 300余名科技人员扎根复新大地 涌现出了沙地治理与利用服务团队 汉地农业服务团队 花生产业服务团队 畜牧业服务团队 蔬菜产业服务团队 果树产业服务团队等 先进科技服务团队 下一步将继续以张武制杀 继生态家工件工作为目标 踏实工作 搓力奋发 勇意前行 让科技之花在腹心张武大地上 结出封锁成果 据统计 40年来 辽宁省农科院专家团队 在复兴市累计实施项目447个 投入资金2.66亿元 引进推广粮油 果蔬 畜牧等 优良新品种800余个 推广花生 磨下滴罐 玉米 大笼双行 集间套座等 农业新技术200余下 培育大户200余个 培训农民49.8万 推广应用面积2000多万亩 粮食增产19亿斤 实现经济效益91.2亿元 当前 复兴正在全力开展创建 双示范室取得新突破三年行动 围绕创建目标 共建双方签订 复兴市人民政府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科技共建战略合作协议 2023至2035年 开启市院共建新征程 我们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 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 有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奋斗 和倾情的奉献 市院科技共建 一定会在农业的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 在保障粮食安全 生态建设 促进农民增收支付等方面 取得更多的成果 更大的成效 推动复兴 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 近日 垃圾分类快闪展览 在沈阳市和平区太原街 九五文化城举办 活动通过科普垃圾分类常识 趣味游戏 手工体验相结合的模式 为市民们上了一堂富有创意的 垃圾分类宣教课 垃圾分类快闪展览 以时下最新鲜潮流的快闪形式登陆 展区共分为有害患有碍 少数派体验 旧物循环集市 可回收再创造展 四分类研究所 垃圾分类飞行旗 分类扭蛋机等多个主题板块 观众通过扫码关注 沈阳垃圾分类在行动微信公众号 和垃圾分类沈阳新时尚抖音号 就可以获得参与趣味游戏 手工体验的机会 赢得心仪的小礼品 在少数派体验展区 很多家长陪同孩子参与 手工DIY活动 沉浸式体验变废为宝的乐趣 在孩子们的巧思庙想下 用过的罐头瓶 彩色的碎玻璃 变成了漂亮的小彩灯小花盆 废弃的瓶盖变成了实用的日历板 碎布头 旧扭扣 变成了可爱的小玩偶 此次展览通过科普垃圾分类 常识趣味游戏 手工体验相结合的模式 吸引广大市民 特别是小朋友们的关注与参与 希望培养市民对垃圾分类的兴趣 寓教娱乐 帮助到场市民了解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北京冬奥会后的第一个冰雪季 省内各大滑雪场和细雪乐园 都迎来了客流高峰 人们积极参与精彩分城的冰雪活动 感受激情与快乐 目前 我省正在申办2028年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 正在进行中的第4届辽宁省纪沈阳市 全民冰雪运动会 以助力申冬为主题 努力实现 带动1000万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 期间将开展百渔场赛事活动 以及青少年冰雪运动进校园等冰雪会民活动 通过冰雪运动会 选拔筛选辽宁的冰雪后卫人才 推动群众冰雪的蓬勃发展 带动冰场 雪场 开展各项丰富的冰雪活动 助力辽宁冰雪经济的发展 伴随热情洋溢的歌舞 大连金石滩快乐雪世界 首届冰雪嘉年华起目 在8万平方米的区域 打造出滨海冰雪乐园 推出数十个种类丰富 刺激好玩的冰雪项目 觉得很刺激 有很多好玩的 我感觉这个冬天又多了 一个可以玩的地方很开心 这个冬季 大连市新增了三十里铺 红野细雪乐园 双合相念冰雪大世界等一批 有特色有乐趣的细雪乐园 让大家尽享冰雪童话世界 营口大石桥市 启动了冰雪奇缘欢乐祭活动 雪地摩托车 冰爬丽 冰上自行车 三十多个项目 吸引了大量游客 分支踏来 体验冰雪运动 和冰雪文化的独特魅力 据了解 冰雪项目可为当地创收 三千万元 可提供就业岗位七十余个 铁岭冰雪嘉年华 也在近日启动 设立了冰雕雪雕展示区 冰雪运动区 星空之旅等区域 纵横冰雪世界 体验冰雪魅力 在本溪东风湖冰雪大世界雪场 营口河家沟滑雪场 锦州东方华地城冰雪大世界 游客们穿梭于滑雪道之间 尽情享受冰雪运动 带来的速度与激情 在冰封的辽阳太子和尚 一群不畏严寒 挑战自我的华冰爱好者 用脚上的冰车奏响一曲 冰上原舞曲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是于斌 我是朱同 明晚的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再见 感谢您的关注